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喜欢请点击订阅,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李克勤罕见晒全家照,低调了26年 老婆原来这么漂亮,两个儿子乖巧帅气 周深表示,我妒忌了 李克勤和太太卢淑仪一直都很恩爱 而且两人还爱得很低调 他们夫妻俩育有两位儿子 平时一家四口都非常温馨 不过他们为了两位儿子的隐私 就不会公开儿子的照片 3月27日,卢淑仪罕见晒出两位儿子的合影 原来他们夫妻俩的小儿子迎来11岁生日 卢淑仪亲自下厨为小儿子庆生 刚节冠军出道的卢淑仪很早就被李克勤私有化 如今他安心在家当阔态 今年他就迷上了爬山 其实他们夫妻俩都很爱做运动 羽毛球,乒乓球等等 他们都很喜欢 夫妻俩还经常一起去做运动 虽然甚少主动秀恩爱 不过平常就过得很幸福 他们夫妻俩就拥有两位儿子 不过为了两位儿子的隐私 他们甚少主动秀出儿子们的照片 就算晒出照片 也会用后期遮挡住两位儿子的样貌 在3月27日 卢淑仪就发出了动态 原来3月26日就是他们夫妻俩的小儿子 李丽丝的11岁生日 小儿子表示生日想吃辣酒煮花螺 作为妈妈的他 当然也是这一位儿子下厨了 最终出来的成品也是相当不错 看着很有食欲 不过这次他发动态的焦点 当然是两位儿子的合照了 由于他们夫妻俩都想让两位儿子 可以快乐地成长 所以他们很少晒出儿子们的照片 不过在儿子生日 他也终于是破例了 卢淑仪罕见晒出两位儿子的合影 我们看到 寿星拿着刀正在切蛋糕 脸上带着笑容望向镜头 弟弟还将身体靠在哥哥身上 他们兄弟俩看着很像啊 无论是五官还是笑容 感觉两位儿子似乎更像爸爸李克勤 不过为了隐私 卢淑仪还是遮挡住了两位儿子的双眼 但是依旧看得出 两位儿子长得挺英俊 相信当晚他们一定有派一家四口的全家福 不过看来 他们夫妻俩是不打算分享出来了 卢淑仪最近享受人生经常外出爬山 而李克勤最近就宣布回归TVB当导师 相信今年电视上能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李克勤带老婆和张静夫妇聚餐 卢淑仪皮肤白皙 颜值不输菜少分 爱情是什么 让人无所适从 让人神魂颠倒 面对爱情的时候勇敢一点 大胆说出自己的爱 有花看斋只须斋 莫待无花空折之 人总会有生老病死 怎么过都是一生 错过了爱情就错过了生命的精彩 在娱乐圈这个圈子里面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这些发生的事情都会成为大家 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 9月1日 李克勤老婆卢淑仪在社交平台上 与张静夫妇合影 照片中 卢淑仪和李克勤和张静夫妇 坐在一起合影 四个人拿起饮料 对着镜头做表情 可以看出 这四个人关系很好 卢淑仪坐在四个人当中 皮肤白皙细腻 又非常抢眼 看不出来已经48岁了 颜值很是突出 即使是和蔡少芬拍近照的时候 她的美也不逊色 她对着镜头甜甜地笑着 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女孩 48岁卢淑仪参加香港小姐选美 一举夺冠 后来她参加了 国际华裔小姐的选美比赛 获得了亚军 可见她的美貌和身材 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 签约公司后 她牺牲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退出了舞台 和李克勤公开恋情后 她参加了赤胆情 赤裸特宫 外来媳妇本地狼后 就没有作品了 卢淑仪和李克勤 在1992年 香港小姐选美的时候认识 然后卢淑仪就陪伴李克勤录制时 公开了她们三年的恋情 她们婚后生了两个儿子 即使结婚几年 她们的感情仍然没有消退 她们经常一起旅行 像以前一样相爱 她们的感情很令人羡慕 祝她们以后越来越好 好了 文章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大家看完文章后 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给小编留言 说说想法哦 再来看看 56岁李克勤晒全家合照 苍老不像中年人 与空姐老婆外貌差太大 近日 56岁的香港男艺人李克勤 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全家福 在合照中 李克勤和妻子站在儿子的旁边 两人只相差6岁 结婚已有14年 至今恩爱依旧 但看起来就像两代人 李克勤的妻子皮肤光滑细腻 脸型是瓜子脸 青春靓丽有气质 她微笑时嘴角上扬 温柔婉婉 而李克勤脸上勾鹤多 很显老态 李克勤还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自己的一张近照 照片中 李克勤头戴黑色棒球帽 笑看镜头 他的牙齿泛黄 眼角有多条鱼尾纹 看起来很憔悴 李克勤是很多人喜爱的男歌手 年轻时 他怀着一颗热爱唱歌的心 加入了一个唱歌比赛 获得冠军 颇手乐团大佬赏识 那些年 他演唱过的歌友 李克勤 回首 花落水家等 获得多个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 他创作的歌曲 获得过金曲金江等 近两年 李克勤参加了歌唱类的综艺节目 《我是歌手》 与其他几位重磅歌手 一起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贡献了多场经典演唱瞬间 近日 李克勤官宣 加盟香港歌唱选秀节目 《生梦传奇》 成为节目的主理人 3月27日下午 他晒出一张 与学员们一起拍摄的大合照 照片中 李克勤坐在最中间 一脸慈祥 李克勤毕竟已经年过半百 虽容貌不比当年 但精神状态一直很好 持续创作唱歌 期待他能创作出更多好听 广为传唱的歌曲 李克勤妻子 卢淑仪动力身材 获激赞 两夫妻每月虚还60万房贷 都说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因此在水深火热的娱乐圈 也有不少艺人酷爱运动 以此来保持身形和健康 而香港著名歌手李克勤的妻子 卢淑仪就是其中的一员 由于长期坚持锻炼的缘故 卢淑仪虽然今年已经47岁了 但整个人的精气神可谓相当不错 据了解 近段时间 卢淑仪迷上了登高远足这项运动 因此经常都能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他四处打卡的照片 早前卢淑仪才相约三五好友 一同徒步挑战完香港狮子山等 几条著名的行山线路 相当厉害 而就在近日 卢淑仪又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他刚刚同好友挑战完了 有着香港第一险峰之称的燃舌间 因此也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和鼓励 据悉 燃舌间地理位置相当偏僻 虽说其海拔并不高 但是一路上山势陡峭 其实众多 对于登山者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卢淑仪分享的社交媒体上的打卡照 可以看到 其周围风景相当秀丽 能够登上其顶峰 不仅锻炼了身体 同时还能欣赏到美丽的海景 可谓一举两得 虽说风景十分秀美 但是网友的关注点并不在景色上 而是在卢淑仪本人身上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卢淑仪身穿黑色运动服 运动裤 戴着深色的遮阳帽 同时手拿登山棍 整套装备看上去相当专业 虽然已经47岁 即将踏入五字头 但是整个人的身材保持得相当好 没有一丝丝发胖的迹象 相当动灵 和当年荧幕上的她 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如今再说到卢淑仪 相信外界第一个想到的标签 就是李克勤的妻子 毕竟成功男人的背后 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其实早年卢淑仪也算是 红极一时的女艺人 演艺道路也一片光明 但为了家庭 她选择放弃心爱的演艺事业 专心在家做全职太太 卢淑仪在1992年 报名参见了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凭借着甜美的长相和出众的气质 卢淑仪最终顺利脱颖而出 成为当年的总冠军 并且还获得了最上镜小姐 以及最具演艺潜质奖 两个单枪奖 有点明显 身边的朝队 跟随时的名显